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這個你解壓收之後就可以執行 不過你要先了解一下 Google地球事實上有不同的版本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叫做標準版 一個叫專業版 那我們現在用的版本 免費的版本就是標準版 啊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有花錢的 可以多得到一點點東西 等一下呢 你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看它的功能比較啦 那基本上我們大致上的功能是雷同 雷同 等一下呢 如果有特別是屬於那個 我們講的就是 Pro版的功能的 我們再跟各位做說明 好不好 那你打開之後應該會像這樣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跟Google地圖很像 可是你會發現因為它 是用軟體的方式所以 它有個好處 在整個動畫的 Smooth上會 更快 就更平滑 你在整個運作上 你要直接進到這邊 你會看到中間那個過程 中間那個過程 那 比如說一樣我們找 我們學校的 好 找完 它就會 一樣 產生出來 有沒有發現 這上面也可以做路線規劃 對不對 好 那我就先 不用了 就直接進到這邊了 進到這邊 一下 在這裡 而且你有發現 我們學校有3D建築 對啊 你看喔 我們在這裡 你把它那個 角度 我們稍微 調整一下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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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 這個是什麼學院 是我們圖書館嗎 體育館你看 有人已經坐進來了 對啊 你看 我們才這樣走 這個包括Google地圖也有 Google地圖也有3D的 Google地球 是更早 更早就進來 所以說我要這樣看的時候 有沒有就比較 不一樣的 它會相對比較平順一點 如果你在 一般使用上 雖然它也會用到網路上的資料 但是 會比較平順 好 那我先把畫面還給你 先確認一下你的Google地球 能不能用 好